其實鎖定時點不一樣 現在關心的是以哈的衝突 以色列對加薩地區發動了新一輪的攻擊 這包含了聯合國的學校 只是外媒就指出說在廢墟當中 他們找到了以軍使用美制武器的證據 因為這個碎片是美制的小直徑炸彈 以色列坦克大舉壓境 士兵快步衝進眼前這一棟大樓內猛力開火 好幾支以色列地面部隊 繼續在加薩南部拉法市中心作戰 還聲稱成功殲滅三名 試圖潛入以色列的哈馬斯成員 前天晚上,警察 撕下了一盒的攻擊哈馬斯 他們想進入海洋海洋 從海洋海洋 他們進入海洋海洋 約200米從海洋 50克勒和RPG 除了在地面激烈薄火之外 以色列飛彈也沒有停止轟炸 6日凌晨 對加薩中部紐色拉特地區 一所有多達6000人避難的 聯合國安羅學校發動空襲 以色列聲稱這波攻擊是使用精準彈藥打擊哈馬斯藏身之處 只是加薩當地醫院記錄 卻顯示這場夜襲釀成至少45名巴勒斯坦百姓死亡 以色列兵軍事務員說 IDF不知任何兵器 醫院記錄了一個不同的故事 9個女孩和14個女孩 4個年紀 都被送到阿拉克沙的醫院 回到校內一看 被炸毀的教室內 鋼筋水泥整個外漏 遍地都是瓦力碎片 還能看到沾滿血機的床墊 地上甚至還有一潭潭鮮血 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我們突然看到一個研發著我們 證據在廢墟中 民眾找到奪奪人命的 乙軍炸彈碎片 Fragments of an American-made GBU-39 bomb identified in the wreckage according to munitions experts who reviewed this footage The same type of munitions used in the deadly strike in Rafah last month that killed 45 people 這款第一代GBU-39小直徑炸彈 是由美國波音公司製造 重量大約129公斤 比很多常規炸彈小 配有滑翔彈役 射程最遠可達到110公里 以抗干擾全球定位系統 或慣性導航系統導引 確保它能夠精準擊中指定目標 誤差範圍在5到8公尺之內 The GLSDB is the only weapon of its kind to combine that range with the ability to fire up to six weapons at once but also flaunt a brand new ground artillery capability to hit targets at nearly any angle including on the reverse slope of mountains We don't have to aim and shoot We can launch from any angle Come around and hit the enemy from the back 這款炸彈體積雖小 卻內含大約50磅的高爆炸藥 穿透力和2000磅BLU-109穿透炸彈相當 足以穿透1.8公尺後的鋼筋水泥 The GBU-39 is a very effective weapon of choice and today's irregular conflicts with the heavy presence of civilian and collateral objects 一名前英國陸軍炮兵軍官指出 GBU-39是一種高精度彈藥 目的就是攻擊重要戰略目標 雖然彈藥本身造成的附加傷害較低 但在人口稠密地區動用這種武器 還是有極高風險存在 而且加薩剛好就是世界上 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 美國則罕見敦出以色列公開這場空襲的響文資訊 華爾街日報報導 哈馬斯領袖辛瓦首度對拜登提出的停貨協議做出回應 辛瓦表示除非以色列承諾永久停貨 哈馬斯不會放下武器更不會接受和平協議 加薩百姓渴望的停戰之日還是遙遙無奇 TPBS新聞綜合報導 遙遙無奇的停戰日也在惡無發生 最近兩天可以說是轟炸不斷 包含看到是俄羅斯的煉油廠遭到了烏克蘭的無人機攻擊 而烏克蘭的境內同時也傳出了多起的空襲 澤倫斯基就把普欽式比喻成希特勒 巨型火球就在眼前發出刺眼光芒 俄羅斯南部邊界羅斯托夫又有煉油廠遭到烏克蘭無人機攻擊爆炸 但同一天俄軍飛彈打擊也不手軟 短短24小時猛炸烏南赫爾松總共20個地點至少4人受傷 這棟倉庫被火海吞噬 就連地點波羅尼科波也傳出俄羅斯神風無人機正中一輛小巴士 至於烏東 俄軍動用華翔炸彈竟然打民宅 同一家人一死三傷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對世界憤怒喊話 二戰諾曼蒂登陸D-Day 80周年紀念 澤倫斯基來到法國把普欽比作希特勒 D-Day紀念活動當年登陸海灘上從左到右 分別是英國外相卡麥隆、法國總統馬克宏、德國總理肖子和美國總統拜登 二戰同盟少了俄羅斯 反而找來當年週新德國 80年世界局勢變化就是那麼大 我們坐在聊天幾天 我可以看到有巨大的距離 與這個國家在40年後 這是英國的戰鬥 西方團結援助烏克蘭 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協助訓練 英國各地都有烏克蘭士兵受訓 除了訓練武器更是焦點 D-Day紀念日當天 法國揭露新軍員 北約國家一個個趁地代紀念 力挺深陷戰火的烏克蘭 拜登所謂捍衛民主的手段 就包括允許烏軍用美國武器打擊俄羅斯本土邊境軍事目標 拜登在諾曼地接受ABC專訪澄清還是有限制 但軍事專家認為美國武器使用規定 未來或許還有進一步放寬的空間 軍員限制減少熱毛俄羅斯 普京搬出核武威脅後再度放話 隔天古巴政府就證實 二軍軍艦接下來幾天預計停靠古巴 其中包括可以搭載核武的潛艦 不過古巴也澄清這艘潛艦當天並不會配備核武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